龔鑫先生你有拿廠商的好處嗎 有沒有話要說啊 面對鏡頭不發異語 他是北市衛工處復工程司 工友建 涉嫌收賄日十萬交保 一起遭約談的還有營造商 陽性負責人以及王性兼造商 兩人分別被依十五萬 和十萬交保 會一起捲入弊案 就是因為這個標案 台北師學家文化助體鼓演 秋迪台北師總真奇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的空間改善 計畫工程 招標金額約1.7億 工程包花增建近四百坪的展覽空間 以及兩個戶外大棚架 2020年公友建涉嫌多次變更設計 伏編數百萬預算 護航徒弟廠商 疑似收數十萬回扣 涉嫌貪污治罪條例罪 目前工程已經駕工 未公處強調將嚴格把關驗收程序 只是北市府再報弊案 這也不免讓人質疑 羅斯是否真的鬆了呢 三地新聞林中縣林玉君張德森 台北總報道 共産